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生活无望的阿明想要通过上吊结束自己卑微的人生 然而外面传来的房东大妈暖心的话 当阿明打开门后却发现原来一切都是戏经大妈的自导自演 就是为了让阿明开门然后损要房租的 这年头收租不易也要智勇双全才行 大妈嘲讽阿明房间里邋遢的像猪圈 阿明关上门后想要继续自杀 但转进一想自己的确太臭了 还是先洗个澡再自杀吧 免得熏到给自己收尸的人 此时刚做完案的杀手也来到了澡堂 他脱光衣服气势汹汹的准备去泡个澡 没想到一块肥皂改变了他的人生 由于前世五百次的回眸 肥皂和杀手的脚相遇 导致他摔在地上昏迷过去 杀手的储物柜钥匙正好落在了阿明身边 阿明本想归还 但想到之前这大树一身名牌 明显就是个土豪 自己马上就要自杀了 或许可以用这个大树衣柜里的钱 潇洒一番 于是便将自己的钥匙和大树调包了 阿明打开大树的衣柜 里面果然名牌手表西装 钱包鼓鼓囊囊 口袋里竟然还有豪车钥匙 鸟枪换炮的阿明终于支起了腰板 他归还了之前所欠下的债务 然后找到了喜欢的女孩 想要接受女孩仰慕的表情 但是女孩却毫不留情地给了阿明一刀 因为阿明喜欢的女孩马上就要结婚了 此时阿明意识到即便是这样 也不会改变自己悲催的人生 所以他良心发现准备去归还财物 但是非常神奇的是 摔倒的大树竟然失忆了 这让阿明非常的纠结 为了避免自己掉钥匙的事情被发觉 他只能继续扮演下去 大树则比较悲催了 他被遗远告知自己名叫阿明 虽然他自己什么也记不起来了 在结账的时候 由于事物分文 只能先让警察莉莉颠覆 莉莉开车带着大树回到地址上的家 大树发现自己资料上显示自己32岁 莉莉一脸见鬼的神情 这32岁也太成熟了吧 说52岁都有人信好吗 不过善良的莉莉并没有嘲讽 反而安慰道 这样等你老了 别人也会夸你是童年啦 阿明拿着钱包找到大树的家 想要把东西归还 然而这土包子进门之后 就沉醉在了大树奢秘的生活里 完全没有了归还的念头 而大树则回到了阿明的家里 看着脏兮兮的地板和灵万的房间 大树不由得怀疑人生 我之前竟然这么邋遢吗 而且我为什么想着要自杀啊 莉莉看着家徒四壁的大树 按照现在的情况 想要等他还钱 只能过暖时间了 阿明在大树的家里乐不思蜀 打开电视后 发现里面有个身材超棒的美女 在做瑜伽 随后他才发现 这哪里是什么电视 这明明是一个监控镜头 没想到这大树还有这种癖好 只是不知道里面的美女是谁 另一边 大树想要搞清楚 自己到底是个怎样的人 他想要向邻居打听 却都吃了闭门羹 不过他发现自己的身手貌似挺好 刀工也是一流 听说大树刀工不错 莉莉专门给他找了个工作 就是到自己家里 帮妈妈的餐馆打砸 妈妈本来不想要大树 但挨不住闺女的软磨硬泡 只能把大树留下 阿明现在虽然有做土豪的条件 但是在没有做土豪的思想 住着豪宅还吃泡面 果然穷不是一时半会儿 就能转变过来的 当他迷迷糊糊的醒来时 他发现监控里的女人竟然自杀了 好在一切只是虚惊一场 他只是在练习自杀 恶坏的阿明本想从冰箱找点吃的 没想到土豪家里的冰箱 竟然藏了一笔巨款 受惊的阿明只好点了一份外卖大餐 给自己压压惊 他想要拿瓶红酒庆祝一下 没想到红酒也不是正经红酒 而是一个密室的开关 阿明走进密室 里面果然别有洞天 各种作案工具 护照 工作证 各种人物分析 还有监控中女人的信息 从信息中阿明得知 监控中的女孩名叫猪猪 而根据阿明的推测 这个大树可能是一名特殊的警察 就在这时 阿明看到监控视频里 出现了同一个外卖小哥 看来监控中的女人 和自己住在同一栋楼 于是他开始 假扮工作人员挨家挨户的调查 最终找到了 住在大树家楼上的猪猪 另一边大树的表现 出人意料的好 他凭借自己的刀工 将食品做得像艺术品一样 征服了一大批的明天明媚 回家后 大树看到日历上 标注了明天的时间和地点 于是他决定去看看 有什么事情 或许可以寻找自己失去的记忆 没想到这里竟然是一个剧组 看来自己曾经竟然是一个专业的演员 按照大树这种言举 绝对是许丽派的代表 然而在剧组 大树频频出错 他觉得可能是自己失去了记忆 导致自己没有了演戏的天赋 回到家后 大树和另一家人 说起自己是演员的事情 大家一致觉得这不可能 难道是大树病情恶化 已经成了妄想症了 然而大树已经把演员 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他每天勤学苦练 打磨自己的演技 希望有朝一日成为韩国的黄大伯 阿明这边频频制造和猪猪的偶遇 显然是对这个猪猪的女孩动了心思 毕竟现在的阿明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下一步当然要想着解决自己内心的空虚 要说阿明真是干啥啥不行 要被第一名 在监控视频知己知彼的帮助和无限彩力的支持下 各种浪漫手段 哄得猪猪花之万颤 对阿明也有了好感 阿明见大师已定 于是从拼桌多买了一款9块9包邮的投影仪 在楼梯间里约猪猪看电影和红酒 终于把猪猪骗到手 大叔这边因为认真的表现 以及不错的身手 获得了导演的认可 而且大叔带人和善 比刷大牌的主角更让人喜欢 于是大叔的戏份越来越多 导演还专门安排了大叔与大嫂的不伦恋情 惊得观众目等口呆 这天阿明接到了大叔留在豪宅的电话 对方表示要约见大叔 还提到了关于猪猪的事情 为了猪猪 阿明戴着口罩和墨镜去见了对方 这时阿明才知道 大叔竟然是这个组织安排杀猪猪的杀手 怪不得大叔会在猪猪家里安装监控 得知真相的阿明唯一的想法 就是赶紧带着猪猪转移阵地 然而组织却发现了阿明在勾搭猪猪 组织一直认为 这简直是杀手界的耻辱 于是他们决定派出其他杀手 去解决阿明和猪猪 大叔这边事业顺利 于是看似憨厚的大叔开始对莉莉吓套 莉莉讲能否陪我练习一下基本的技术 莉莉其实在和大叔的相处中已经产生了感情 于是矜持了一小下后就红意了 然而这大叔坏得很 竟然要莉莉主动扑上来吻自己 要说这一般人可真是吓不去嘴 不过莉莉此时心眼与瞎 心意红也一瞪 直接啃了上去 不过好景不长 因为大叔在一次雨夜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他明白自己无法继续现在的生活了 于是他找到了莉莉和阿明 阿明以为大叔是杀手 但其实大叔是一个反向杀手 他接受了雇佣之后会专门接触目标 通过演戏的方式安排目标瑕死 然后送去别的国家隐居 不过现在因为阿明的出现 事情复杂了不少 现在组织的目标有猪猪和阿明 而适应了新生活的大叔也有心隐退 于是他们准备为组织表演一场年终大戏 让三个人都假死脱身 在进行之前 大叔和莉莉做了道别 他表示自己已经想起了之前的事情 我以前不是现在的我 所以我得离开 莉莉被大叔的话搞得转不过弯 他本以为找个愁愁的男人可以长久一些 没想到丑男都不保险 自己还是被甩了 莉莉看到大叔开车离开 于是他尾随大叔的车子 想知道大叔是为什么要甩了自己 此时废弃仓库中的大戏已经开罗 阿明拿着匕首亲手杀死了猪猪 还疯狂地补了好几刀 看到组织的人一愣一愣的 这杀手果然心狠手辣 昨天还在和这女人谈恋爱 今天就能翻脸无情连捅好几刀 阿明把组织要的U盘甩到了他们的面前 就在这时大叔出现了 大叔现在的身份是组织雇佣来杀死阿明的杀手 接下来两个杀手开始表演技 就在两人表演欲望爆棚的时候 莉莉突然冲了进来 不名所以的莉莉看到阿明用匕首捅死了大叔 吓得火都掉了 就在这时扮演尸体的猪猪按下了机关 楼顶的集装箱掉落 直接把三人砸成了肉饼 组织老大让手下去查看这几人的情况 看到满地的鲜血之后 手下直接宣告了三个人全部身亡 其实三个人都没有死 他们只是被集装箱装在了里面 那些血液都是事先准备好的 现在他们夹死脱身成功 阿明和朱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 而大叔和莉莉也说明了一切 阿拉真实年龄和你舅舅同岁 莉莉听后一脸震惊 但在听到大叔的表白后 他决定接受这个足以当自己舅舅的老男人 这部电影有爱情搞笑悬疑动作等等元素 导演把这些元素都融合到一起 每一个都有坚硬的表现 虽然电影中不免出现一些漏洞 但依然不失为一部精彩的佳作 很多人不喜欢阿明这个角色 觉得他身无常物 却最终抱得美人归 但阿明其实就是现实中的大多数人 他们都如阿明一样 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优点 只不过他们没有放弃生活 连阿明这样的最后都能有圆满的结局 更何况是努力生活的我们呢 最后要跨一下大叔这个角色 最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会觉得 这个人物真的只能是实力派落 但是随着剧情的推进 这个角色竟然越来越有魅力 变得帅气逼人 其实这种帅不是简单的外貌 还有这个角色的气场和故事 最重要的是 还有实力与自信 或许从这里我们就能得到一些启示 即便是颜值无法选择 但我们依然能够让自己帅起来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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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